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每期视频,我是赵衡 在每期视频里面看一个学生的案例,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关于这个怎么跟教授建立关系的一个话题 这是一个人情世故的话题 这个很重要,很多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个点 就是你要在美国上学期间,尤其每一本的学生 你要跟教授建立很好的关系 这些教授在你转学的过程中,他们要跟你写推荐信的 我知道有些学生可能天资聪颖,觉得 哎呀,我一个中国人,是吧,数学,数学我能够去教这帮老美做人了 我数学有什么好去,有去办公室的啊 经济学,经济学,谁主导经济第一啊 我们天下第一啊,我们主导经济,经济学 我教你美国人怎么做人,老有这种心态 虽然说确实是,我也为大家感到骄傲与自豪 当然中国人,第一,天资聪明,对吧 第二,擅长数学 第三,我们几千年的经商的文化 我们擅长于经商,我们不管从智力上,能力上 从各个维度都是超越 所谓的这些很多的美国人的 在一定程度上 但是,大家别忘了 在学校,你现在这个身份和地位 你是学生,人家是教授 在游击对于美本的学生来说 在今年申请过程中,就有很多学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我上,我是美本毕业的学生 但是我却拿不出来任何一封,我作为美国本科学校的教授的推荐信 这样很容易形成后边的起火 你让美国研究生学生怎么看 你是美国本科的,比如说ABC所大学毕业的四年的学生 你四年期间你毕业了,你申请研究生的时候 你是拿所谓的那些什么科研的,你花钱买的,那些实习背景的那些人给你的推荐信 你一封连美国本科的教授的推荐信都拿不出来 你让研究生院校怎么想 大家动着脑子想一想,别自欺欺人 你学生的第一的任务是学习 你在一个学校上了四年学 你申请另外一个大学研究生的时候 要求两封推荐信 你两封推荐信都是来自于你的实习 你买的那些经历,你买的那些科研 你连本科四年学过来 你的数学教授不给你写推荐信 你的经济学教授不给你写推荐信 你的任何商科类的 比如说市场学,金融学,公共链 任何一个教授都不给你写推荐信 那说明了什么 说明的问题就大了 所以当你在看的这期视频 你是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的时候 多去跟教授交流交流 我们可以拿着高的姿态去面对这些美国人 但是同样我们要理解他们 未来是要给我们服务的 要给这些留学生,给这些孩子们 给未来的中国的天之教子们 来写这些推荐信呢 我们用过它,利用过它 虽然说利用说的很直白很露骨 但真的教授你就用它一次嘛 他给你写推荐信 对吧 当然了,大家从教育角度来说 你是本着去跟教授学习的角度 但是你依旧是利用它了 用了它给你写的推荐信 你之后你能进到一个更好的大学 去到一个更好的平台 一定这一步棋 一定要在大学期间 提前给自己开始埋下 好吧 我每周五国长的免费的资金师 大家有讲理一下 我会给我发现 first from the last mehanderson.com 大家有个微信 哪些系统 P3MZH1 P3MZRG P3MZZNJ 以上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ennesse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ennessey we support Global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to hear to see you next week who is the best to see you next week in next week to see you next week